美國現在拜登總統要選舉 但是你這個還能選的下去嗎 尤其在以色列的這件事情上面 民主黨真的是大分裂 亮根怎麼看 因為以色列的軍方說 疏散加薩走廊拉法周邊的民眾 呼籲這些趕快撤到人道的區域 意思就是我即將要打嗎 因為他的防長跟美國防長奧斯林 通話的時候說 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進攻拉法 然後以色列總理納奈雅胡 最近在紀念日上也說 我們猶太人永遠不會再手無寸鐵 任何國際機構都無法阻止我們的自衛權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他即將要打拉法 那這對拜登的選舉也很大的衝擊 那個東區 東區就是濫民營的周邊 他不敢一下就打進濫民營 那太可怕了 那拉法這個地方人口大概140萬 那有100萬是在濫民營那邊 更多 所以我認為他就是 塊狀一塊一塊這樣吃 先吃比較沒有那麼大爭議 就這樣嗎 不 他要你驅散 你就躲起來吧 你要離開 就叫你趕快走 是喔 他拉薩就是這樣打的 加薩 北加薩 走去哪裡 他叫人家走 從北部走到南部 現在你又打南部 人家要走去哪 所以我就跟你講 後續的人道救援危機一定很嚴重 因為比如說這群人被迫往難民營方向 那他們可能本來沒有住在難民營 那怎麼辦 那那邊人又更多 那那邊也要有足夠的十一柱形要處理 是啊 對不對 那 反正都一定是災難 災難 那看起來他是要打 他就是 先下蘇散令 然後接下來我就要進場 這個跟打北加薩完全一樣 對啊 他也是說先叫你離開啊 對啊 那 然後你不離開就說你就是哈馬斯啊 事實上就是這樣 對他的論點就是這樣 事實上就是這樣啊 因為他認為 拉法地區有哈馬斯四個贏啊 他的判斷四個贏啊 那他就是他覺得他一定要打到 我認為他就是要把比較大型的建物全部摧毀啦 天啊 我認為就是這樣 是 所以 如果真的進入這個軍事行動 我講白了啦 這個 我覺得學生啊 還有全世界的穆斯林啊 一定會非常激烈的反應 是啊 那你覺得拜登這個會不會影響他的選舉 尤其是我們知道共和黨是沒有任何的 因為時間還蠻久的 你覺得說可能一開始衝擊 我認為拜登就是個老狐狸啦 他就是看納坦雅狸你就try吧 try到你可能自己也受不了也要下台 當然是這樣啊 這個就是政治啊 所以你一下問說講到選舉 沒有人會這樣分析政治啊 因為隔太久了 是 現在才五月 所以亮哥的意思說 這個老狐狸我看穿你了 你就先要把納坦雅狐給幹掉 把我這個燙主山魚先除掉一個 然後對拜登的選舉可能還好一點喔 那你可以看到他 就等於是你要做全世界反對的事吧 是 那你自己就黑到底吧 嗯 那等你犯下滔天大罪 我再出來收拾你啊 OK 有點這個味道 亮哥戳破了這個 你不要以為納坦雅狐 你現在背後有美國靠 但這個靠可能是給你有藏刀的 那尤其現在拜登現在也是兩面手法嗎 比如說最近阿西亞斯竟然爆料說 拜登政府暫停了向以色列送美制的彈藥 引起以色列內部嚴重的擔憂 我覺得就是胡說八道 對啊你覺得 難道以色列都沒有存貨嗎 你什麼暫停什麼叫暫停 你就全部停止 對 你為什麼不說停止 是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這就是美國這邊好像放說 我們其實也對以色列有一些提示喔 是啊 上次他不是說要懲罰那個約旦和西岸 一個暴力的以色列團體 沒了 後來也沒處理 不了了之 是嘛 所以我跟你講這種虛招啊 不要來騙人 對對 這個 你在講一些有什麼 AXIO這個媒體 我講白了啦 放話管道了 AXIO基本上他是在做投資的 裡面就有一大堆都是猶太人 猶太藝就對了 對啊 所以講這種就是在做文宣的啦 是 坦白說啦 這個 拜登跟以色列都有一些文宣高手 講這些沒用 對 真打了 大家就發現美國還是支持以色列 是啊 是啊 美國就是支持以色列啊 只是說因為民主黨裡面 有很多人是同情巴勒斯坦 所以讓拜登怎樣有點投鼠忌氣 你真的停以色列 但是又不能夠停到太超過 所以你自己陷入這個問題 但是美國這個共和黨是沒這個問題的 然後另外再看到這些 挺巴的學運 真的是位蝎 密西根大學這些也是有畢業典禮 就是說試問你不能怎麼樣 有啦 這個影片我有看到 對啊 有學生上去領獎 身上掏出 國旗 國旗 我都看到 對啊 不過密西根好像 好像還算是包容 對是蠻和平的 我們也要懲罰他們 其實有什麼好懲罰 我表達那個國旗 對啦 那是秀他的立場 對 那他是在一個大的體育館 所以 我是覺得還好 這個算和平的 這是和平的 表達訴求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真的也蠻強硬 他竟然內閣投票說要關閉半島電視台 耶路撒冷分社在以色列的業務 這個表示他跟卡達鬧翻了 因為半島 事實上卡達 不是政府啦 卡達的有錢人 就是哈馬斯的金主 這大家都知道 那卡達政府也因為這樣 所以本來是當調人 對 那以色列把卡達的半島電視台 在以色列的分社關掉 那就表示要開戰了 這也是一個訊號 當然是訊號 就是卡達你當中介人沒用了 你閃一邊 那不要在這邊給我報導一些 親巴勒斯坦的言論 那就是要做戰爭管制了 OK 輿論的管制 當然是這意思 所以亮哥講的這很多跡象 都是代表說 以色列真的要去開戰打拉法 這都是我們不想聽到 看到的事情 但是現在看起來 美國呢 嘴巴說你不能這麼做 但是拜登現在看起來 你也不會說真的去 去阻止以色列這麼做 另外來看到是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還有呢 美國你還有心力去對抗呢 中國大陸或俄羅斯 或者是說 在南海地方來挑釋嗎 尤其是來看到 菲律賓的部分 最近跟中國大陸真的剛起來了 比如說他的房長 不斷提醒說 中國大陸所謂 我們有什麼君子協議 就是你呢 搞宣傳 什麼仁愛招君子協議 這些東西 我們不能接受 然後中國大陸駐非使館 就不斷提醒了 其實我們真的有對話協商 要管控分歧 然後呢我們也有所謂的 新的模式 你一開始都有做 但是後來的時候 卻都沒有做 那今天呢 中國大陸外交部有最新的說法 我們一起來聽看看 2021年底 中非雙方 進密集溝通協商 達成君子協定 菲律賓本屆政府初期 雙方繼續執行君子協定 直到2023年2月 非方不再遵守 非方的有關言論 否認不了中非曾達成君子協定 內部諒解和新模式的客觀事實 中方敦促非方 遵守國際交往的基本準則 尊重事實 信守承諾 停止侵權挑釁 亮哥其實之前我們上禮拜的時候 亮哥說 怎麼可能沒有君子協定 不然一開始怎麼會遵守 亮哥你怎麼看 他是不是天天都在說 沒有這個君子協定 那不然杜特第五年為什麼沒事 真的 一開始 而且仁愛江陵佔領多久了 那個馬格雷斯號 在那邊已經25年 今年的25年了 對 今年25年了 那之前為什麼都沒事 對 這個如果沒有一點默契在遵守 怎麼可能沒事呢 你真的以為中國吃素是不是 不一定是 菲律賓一定是跟中國講好 說我就是運糧食跟水 不能加固 那那個你就 你就不要驅逐我們 那個船擺在那裡 那我不會送建材去加固 就是這樣 那從去年二月 菲律賓就不再遵守了 你一開始也是遵守啊 當然遵守 不是到後來不遵守 不然怎麼可能有一艘船 在那邊24年都沒事了 對 不可能的是嘛 你這個用常識想也知道 對不對 你怎麼可能把一艘船 放在那邊 然後擺在金門 金門海域內 然後金門政府都不處理 怎麼可能 不可能嘛 不可能的是啦 不可能 24年耶 這不是一年耶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小馬可是採取了新的作為嘛 我們也許 我跟你講啦 小馬可是現在一定是硬掰啦 說沒有白紙黑字 對 那杜特帝並沒有交給我文件 他就是要這樣來硬掰 我跟你講這個跟 那個民進黨否認九二共識不是一樣 對這好像喔 他就說你沒有白紙黑字啊 那我問你嘛 如果沒有九二共識 怎麼會有孤王會談 對 蔡英文那個時候自己參與嘛 就九二年啊 如果雙方沒有一定的默契 會有孤王會談嗎 不可能 不可能嘛 然後接下來 國民黨 就繼續跟那個 那個大陸一起 開始 互動開始 互動開始 那沒有默契 這怎麼有可能啊 你不覺得這有點類似嗎 真的 也許一開始比較所謂九二共識 但是這個精神嘛 然後呢 後來才會慢慢的 我就是沒有白紙黑字 對 不會有 可是我跟你講 我有時候在講什麼叫做協定 或者說有沒有君子協定 對 你去看當時的政府 互相往來的文書 所潛在的那個意思 對 這個如果連這個都讀不出來 然後要去硬拗說 沒有白紙黑字的文件 這件 這件 那你這個 你這個就逼中國 必須要 這個 出手 採取另外的措施嘛 對啊 你說沒有文件對不對 那你要一直亂搞對不對 那我就沒跟你 我就不要跟你君子 那我就 我就當作沒有君子協定 對 那我就把你拖走 是啊 不就變成這樣嗎 對啊 就是你要來跟我硬 來比硬的 我中國大陸又不是怎樣 又不是弱 弱腳蝦 軟腳蝦對不對 你這個沒協定的話 那中國大陸也可以來硬來 比較強硬的做法 然後小馬可是最近又說 我們的海軍任務是緩減緊張局勢 我們可不會仿效 中國大陸在南海使用水炮等設施 他有什麼 沒有啦 那個也不是軍艦 那個是海警船 對 所以他在講海軍 人家根本就還沒動用到海軍 對啊 是啊 這個 菲律賓水炮是可以看嗎 沒有啦 那個菲律賓的水炮 大概跟台灣的差不多了 很弱欸 對啦 就是這樣啦 他事實上 把這個國家真的 他的模式還是都是碰瓷模式 碰瓷模式 比如說他的防長講那個話 那你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沒有協定 所以怎樣 所以現在要硬碰硬是不是 所以你不覺得他有一點就是 要引來衝突嗎 我就想被你打 是啊 頭打 就是碰瓷嘛 碰瓷討打 他現在等於是 在論述上 也要讓中國 氣 生氣嘛 他說我沒有跟你有協定 你要來就來啊 對 就這意思嘛 天啊我真的覺得 中國大陸碰瓷這個詞 真的太好用 故意的 故意要去碰你這樣碰瓷 所以呢菲律賓 他現在等於是我行動來 逼你動手 逼你打我啦 我也在言語上說 我們根本沒有軍旨協定 就是等於是步步 我不要說步步進逼 因為他沒有前進 他是步步引來衝突 步步引來衝突 就是你趕快來打我 他是要塑造這樣 我認為是這樣 這個對他到底有什麼好處 很難看 搞不好美國希望這樣 對啊 那你的背後英無者 但對菲律賓真的好嗎 事實上我覺得 中國大陸考慮的不是中非關係 對 他考慮的是東南亞的感受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在 忍耐這一出是在幹嘛 對 就是大國在演給其他東南亞國家看 他就說 你看他無理取鬧到這個地步 我還是忍住 我覺得真的 坦白講那個 演給看的對象不一樣 對 菲律賓是演給美國看的 那中國大陸是 演給東南亞看的 對 所以呢 我相信 大部分的東南亞國家 都會覺得中國大陸 戰略定力也太強了吧 二十幾年讓你搞成這樣 他會覺得菲律賓真的是 當美國旗子也玩過頭了吧 對 所以呢 亮哥不斷提醒 中國大陸也希望 東盟其他國家能夠失點力 東盟國家自己 逼這個菲律賓你不要 這麼做嘛 因為對東盟真的不是好 對菲律賓更不是好的事情 那中國大陸你要來硬的 中國大陸底氣可足的 你美飛這邊什麼肩並肩 中國大陸派出什麼 九艘軍艦在這個地方 一艘動物 三艘052D 三艘054A 還有兩艘的 綜合補給艦 什麼意思呢 5月2號就看到 動物大連艦 052D合肥艦 054A 穿越了菲律賓進入到南海 你們在那邊演習對不對 我穿越 然後呢 還有呢 最近也有到馬來西亞 去停靠的 這些包括了 054A 052D 這些也在這個地方 還有呢 來看到 這個中國大陸 包括了 是052D 也是呢 鎮守在黃岩島 所以加起來兩個 人家你在美飛肩並肩 我九艘軍艦也在這邊 尤其動物也在這邊 我這個就是 你如果用軍事行動 我當然要 對著幹 對 我是覺得 中國大陸是屬於被動的 你來 就是你既然來了 那 我就陪著玩 對 就這個味道 對 可是 他還是謹守那個原則 因為這個是 美飛軍演 是 那這個坦白講 已經超出 東南亞的範圍了 是 是 中美博弈了 對啦 因為坦白講美國 都到處借當事國的名義 說我來跟你軍演 事實上就是美國軍演 因為菲律賓沒有這個底氣 去參加這個演習 你哪有什麼貨 你五千多人 你什麼 所以事實上都是美國軍演 對 什麼美澳軍演 事實上就是美國軍演 就是美國 澳洲也不行 所以當你是美飛 美澳 美日 那對不起 我就是用對美國的規格了 就這個意思 可是如果是菲律賓尼 單邊的行為 那我考慮的可能就是 整個東南亞的外交效果 OK 所以是不一樣的 亮哥的意思就是說 對菲律賓 我還是可以用水炮 而不是呢 這個海 這個中國大陸的軍艦 南部戰區 去出手 我用水炮 噴你的雷達 然後你在那邊叫叫叫這樣 但是呢 如果是美飛的軍演 那就不一樣了 那就硬碰硬 我就真的硬碰硬 你美飛的軍演 你呢 航母來也會 很擔心動物 我認為中國大陸 對美國就是 你是什麼規格 這個我就什麼規格 OK 一點都不客氣 不客氣 就是 不惹事不怕事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對 不惹事不怕事 這也是軍事呢 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底氣 那尤其呢 美國把中國打成超級被靠背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